2月15号是中国传统节日元宵节 一场鱼龙舞元宵 登下贺冬奥的庆祝元宵的活动 正在北京首都体育馆附近举行 活动的组织者 是一群来自台湾地区的年轻人 组成的冬奥城市志愿者服务队 第一个核心是让更多人认识冬奥会 第二个核心就是让更多人认识台湾文化 所以借着元宵节这次的活动 元宵节是一个两岸共同拥有的 一个重要的节省团圆 所以希望透过这个平台 通过这个时间点 让更多的两岸的同胞 能够一起参与进来 现场安排了猜灯迷 制作花灯与冰敦敦合影 用闽南语为冬奥加油等环节 冬奥会遇上元宵节 热烈氛围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参加 现场还有香港年轻人 参与到志愿服务者当中 我本身是08年的时候 在北京老山自行车馆 就是奥运场馆的志愿者 然后这一次又回来体验一下 城市志愿者 重新感受一下奥运的魅力 非常非常的激动 奥运是全世界的盛会 能参与到其中 然后为奥运服务 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事情 吴宇斯见证了北京成为双奥之城的一系列变化 在08年奥运会的时候 我的感受是就是我们祖国想要把中国介绍给全世界 但是这一次奥运会 从看奥运会的开幕式 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和祖国的自信 然后我们中国人的自信也在慢慢的建立起来 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 共有近两万人投入志愿服务 二十万人次志愿者参与城市志愿服务 这其中有不少来自港澳台地区的青年和学生 北京也为这些不能回家团圆的志愿者们提供了暖心服务 作为北京高校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海淀区有众多港澳台学生 在元宵节这样重要的传统节日里 海淀区与千里之外的台湾高雄连线举办了云上元宵 共享冬奥的活动 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游子听到香音感受香情 我觉得这道感受就是听到熟悉的香音特别亲切 就是尤其是刚刚那个主持人姐姐 她就是那种语调然后还有一些语助词 就听到非常亲切就很像回到家里的感觉 就是因为我们那个疫情的原因 所以就已经大概两年都没有回高雄了 然后所以刚刚听到那个连线 跟高雄的乡亲们的互动 觉得让我觉得非常亲切 透过云上相聚 就是还有通过两岸这样一些的活动 我们可以就是在心上是更团圆的 就是希望大家不论在何时何地之心 都可以团团圆圆一起向未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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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